大气环流 大气环流的成因 太阳辐射 这是大气运动能量的来源 由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 地球表面接受太阳辐射能量是不均匀的 热带地区多而急区少 从而形成大气的热力环流 地球自转 在地球表面运动的大气 都会受地转偏向力作用而发生偏转 地球表面海陆分布不均匀 大气内部南北之间热量 动量的相互交换 以上种种因素构成了地球大气环流的平均状态 和复杂多变的形态 从全球镜像环流看 在南北方向及垂直方向上的平均运动构成三个金圈环流 1. 低纬度的正环流及哈德里环流 在近赤道地区空气受热上升 在高层向北运行逐渐转为偏西风 在北纬30度左右 有一股气流下沉 在低层又分为两只 一只向南回到近赤道 另一只北移 2. 中纬度形成一个逆环流 或称间接环流 弗雷尔环流 3. 急循环 即极地下沉在北纬60度附近为上升 从而形成一个正环流 但较弱 在中纬地区与低纬区之间 则常有疾风活动 从全球平均的尾向环流看 在对流层里 最基本的特征是 大气大体上沿尾圈方向绕地球运行 1. 在低纬地区常盛行东风 称为东风带 又称为信风带 北半球为东北信风 南半球为东南信风 2. 中纬度地区则盛行西风 称为西风带 3. 在极地附近 低层存在较浅薄的弱东风 称为极地东风带 7. 余工 国人